舌苔又厚又腻 二称丸为啥没效果 都是因为你忽略了这一点 给大家看舌相 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现在很多关注催生的朋友 自己也学了不少中医知识 会学着自己看舌相了 但是有的舌头还是很迷惑人 一不小心就会弄错 比如这个舌头 这个舌头一眼看上去 舌边红红的 舌苔又厚又腻 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 它是弹湿比较重 就想着去健脾化弹 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 你就会发现 它这个弹怎么都化不完 为啥会这样呢 咱来看一下这个病人的问题 它平时弹多脾气比较大 经常会感觉心烦 燥热 小便发黄 食欲不振 大便不成形 稍微不注意就会拉肚子 再结合它的舌头 确实是存在弹湿重的情况 那为啥我说你光去化弹不行呢 问题还是出在它的舌边上 舌边对应的是肝 它的舌边鼓胀发红 说明存在肝欲化护的情况 所以它脾气不好 老是心烦 那么肝在五行属木 而皮在五行属土 肝气不输 横逆刻图 就会出现损伤脾胃 所以它有食欲不振 大便不成形的问题 皮主运化 皮须不能正常运化水液 痰就来了 但是如果你光知道去见脾化痰 就像是往漏了的水桶里加水 啥时候你都加不满 所以肝火的问题 一定要先解决 正确的调理思路 应该是先清肝泄火 再去见脾化痰 可以先参考一个单枝逍遥丸 再来参考二成丸